蘇薇宇 你好 我是中天新聞的記者 我叫何慧榮 在上一次有跟爸爸媽媽做完訪問 今天我們在線上開直播 我知道你聽得到 我想告訴你 現在線上有很多很多的網友 在為你加油打氣 非常多網友 我看到了網友有一位叫好檸檬 他說希望蘇薇宇加油 還有凱莉令講說蘇爸爸 蘇媽媽加油 上次我看到你的影片我真的很難過 媽媽說 爸爸也說要幫你討公道 我知道你心裡面很多話可能想說 但是現在說不出來 但是我們會持續的堅持下去 希望你的世界 第一個 不會再有下一個威語 還有就是你的正義可以得到伸張 還有現在有這麼這麼多人 希望可以奇蹟發生 可以看到你醒來 我有看到你小時候的照片 你小時候的照片真的很陽光很可愛 爸爸聽完你的話 他有動了幾下 爸爸可以靠近你手機一點嗎 我這樣子聽不太清楚 你可以幫我說嗎 他剛剛你講的時候 他的頭有稍微動了幾下 那這個 他的頭有動了幾下 代表他聽得到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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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今天心跳還蠻快的 回來 來的時候沒有那麼快 是現在偏快嗎 對 他是剛剛我們要開始打的時候 他就開始心跳變快 看得到嗎 所以意思是 薇宇現在情緒很激動嗎 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他的平均性他大概90 他現在已經到了102-103了 意思是薇宇現在其實情緒很激動 他可能有話想說嗎 我們見過他對話 對 因為我們只能夠透過監視畫面 去知道他現在的狀況 所以他的情緒播透的時候 都會反應在心跳上面嗎 對 因為我們也只能夠透過這個心跳 去知道他現在的狀況 好 鏡頭再幫我帶給薇宇一下好嗎 我看到了心跳的 對 薇宇你有聽到嗎 有沒有聽到 你有聽到剛剛直播那個姐姐說的嗎 好多人都在為你加油打氣 我們都不會放棄 媽媽可以跟我們說明說 為什麼每天要幫他 可能搓搓手啊 揉一揉四肢啊 用意是什麼 我們一定要持續讓他的關節 他的肌肉能夠活動 因為我們不希望他哪一天醒過來的時候 他的手腳動不了 所以如果我們每天沒有動的話 他的肌肉可能就會僵硬 然後他肌肉會萎縮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幫他動 然後每天也搬了一台 腳底按摩機 幫他按摩腳底 那需要每天幫他翻身嗎 要 他兩個小時就要幫你做 那那個 那是固定的 那我們盡量 能做的我們就盡量做 對 所以腳底按摩 然後大關節 手啊 就是每一個地方都要讓他 哪一天醒過來的時候 他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我看到牆上有一包乖乖 對 對 因為他現在只能靠機器維生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機器 都可以乖乖的正常運作 這樣我們威雲他才可以撐得久一點 他現在是需要24小時 都有人在身邊照顧嗎 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自己呼吸 所以他要靠呼吸器 對 所以就一定要都有人在旁邊 那 他在 進食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困難 對 因為他的消化很不好 那之前用鼻胃管 只有到達位的時候 他的消化就很不好 所以他那個鼻胃管 就要用到冷氣 一直到12時長去 對 對 那他現在的進食方式 還是要靠著鼻胃管嗎 都要 都要 因為我看到他自己尊嚴的 他是都完全不一樣 他沒有辦法 靠自己 維生 所以就是要靠著這些測備 對 孩子目前如果有反應的話 除了就是剛剛看到的 我們從儀器上 可以知道他的心跳狀況 那有沒有就是說 還有剛剛像 稍微頭有一點動之外 現在還有哪一些 會有的反應 其實沒有 那是有時候會動一下 手會動一下 這樣子可以 手會稍微動一下 激動的時候 偶爾 手指頭會稍微動一下 這樣子 然後 頭偶爾會動一下 這樣子 我們很 很少看到他流淚 非常非常少 那一天呢 前兩天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在討論他的事情的時候 他聽到了 所以他流上面的眼淚 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相信他聽到了 所以他才會流淚 因為我們幫他 運動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他很早會有眼淚出現 我們幾乎是看不到 沒有眼淚出現 所以那一天 當他流淚 我們才確定 他應該是聽到了 我們說的話 所以他才掉下眼淚 所以維宇是一個 個性很堅強的孩子 好 現在我們 因為線上有 八百多位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 社會大眾說的 我很謝謝大家一直在為維宇景氣 大家一直在鼓勵我們 這一條路真的很辛苦 我們之前不管走到哪裡 我們各地去尋求協助 我們動作都碰壁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維宇的事情 所以只有我們周圍的朋友知道他 所以我們所得到的力量也很小 那現在很感謝中天為我們一直發聲 然後也這麼多的觀眾一直在為我們集氣 我相信有這麼多的力量 維宇的希望越來越大 我真的很謝謝你 我相信 我相信 雖然維宇現在沒辦法直接的表達 可是媽媽一定也把他的心裡話都講出來了 謝謝媽媽 我想我也就不要打擾爸爸媽媽太長的時間 我希望給你們 陪著維宇的時間多一些 好 那我們再持續保持聯繫 好 那然後網友的聲音 我也會持續的讓你們知道 謝謝爸爸媽媽 謝謝媽媽